俗话说,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人人都有一张嘴,吃什么东西,说什么话,全凭自己做主 老人们常告诫我们,做人要多积德,将来才会有福报 这里的积德不仅仅是指多做善事,多帮助别人,很大一部分包括的是口德 会说话的人实在是太赚了,无时无刻不再积福 相反,如果不注意善护口业,我们的福报正在一点一点地流失 以下有三句话,千万不要乱说,因果报应不浅 第一句话,满口妄语 我们都知道,出家人不打妄语 这是佛门的清规戒律,每位僧人都应严格遵守 而对于凡夫来说,也是一样 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和修养 现在这个社会,大家的功利心都比较重 而且都爱表现自己 在人前把自己的优势尽可能地展现出来 如果符合客观事实,也就罢了 问题是,很多时候都存在过于浮夸的现象 在人前随意承诺,担保 最后却不能兑现承诺 严重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形象 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喜欢和一个假大控的人打交道 久而久之,必然为人所抛弃 所谓人无信不利 一旦失去了诚信,将很难在社会中立足 最终孤立无援 陷入僵局,只能自食恶果了 第二句话,恶言恶语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会说话的人,每说一句话 都会真正地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真正为他人排忧解难 用言语给对方帮助与关怀 而不会说话的人,往往直来直去 说话特别生硬 就算是一句好话,也很难让人接受 尤其是遇到一些自己不甚满意的事情 很容易出口伤人 在事情尚未弄清楚的情况下 过早,过分地责怪对方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对方 严厉地指责与批评 这本身就是个人素质低下的表现 所谓有理,还要让人三分 其目的就是不让对方过分难堪 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不要把话说得太绝对了 如果无理,还随意指责,抱怨 那就更说不过去了 一句恶语,犹如手握一把利剑 伤害了他人,也同时伤害了自己 一定要改掉这个坏毛病 第三句话,乱说是非 古人修身,有一句名言 静坐长思几过,闲谈莫论人非 这才是真正有修为的人应该具备的作风 凡事要多反省自己的不足 不断找到自己的缺点 并加以改正,人性,人格才会不断地提升 心性才能上升到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 而另外一些人,总是把关注的焦点对外 时刻看到的都是他人身上的不足 今天张三如何如何 明天李四怎样怎样 整天对人平头论足 这等于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去做无用功 而且这样的是非之话 多数都是愚人不利的 不经意见 就对他人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自己最终又收获了什么呢? 无非是换来多管闲事 口无遮拦 背后说人坏话等等不好的评价 自己的名声也是一臭万年 学佛先做人 学佛就是要明白因果 深信因果 守护好自己的身口一三叶 尤其要注意善护口叶 因为这是我们不经意见 很容易触犯的 很多时候 自己做了什么事 自己很清楚 可是说过的话 大多都忘记了 不小心犯下了很多过错 因此 人人都应善护口叶 为自己 为家庭 为子孙后代 积德积福 小时候 常听老人们说 做人一定要多积阴德 将来才能走好运 逢凶化吉 那么 阴德究竟是什么? 如何才能积阴德呢? 阴德从字面意思来看 不难理解 就是隐藏的 不被人知道的德行 简单来说 就是指人低调行善 默默无闻 做好事不向外宣扬 也不图他人的回报 只是一心行善 这样的善事 积的就是因德 这样的人 善根深厚 在遇到坎坷时 吉人自有天相 能逢凶化吉 且子孙后代 也能享受到 因德的福气庇护 了凡四训 是明代元了凡先生 通过自身实践 教后代子孙 改变命运的一部善书 书中有言 凡为善而人知知 则为阳善 为善而人不知 则为阴德 做了好事 没有人知道 自己也不告诉别人 这就是阴德 将来得到的果报丰厚 殊胜而长远 因德厚重之人 身上有这四大特征 看看你占几个 一 孝敬父母 功德最大 正所谓 天道喜善增悟 孝为百善之首 孝顺父母 才是世间最大的功德 父母生养 抚慰 庇护孩子 恩大如天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 又怎么能够指望他去爱别人 爱社会呢 所以说 孝顺父母与德性相关 而德性会在冥冥之中影响着一个人的福气 孝经有云 孝涕之志 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你对父母越好 你的人生也会越顺畅 二 不说人非 清净口业 有句话叫 罪是伤人府 言是割心刀 出言要有耻 戏血要有肚 待人接物 要以礼相待 如果造口业伤害 诋毁他人 福报也悄悄从口中溜走 正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诗与他人恶语 损的也是自己的福 不论是个人还是家庭 要想多福报 就要学会善护口业 谨言慎行 说话是一门艺术 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不造无妄之灾 才能避免祸从口出 三 慈眉善目 相貌端庄 人们常说 相由心生 一个人的心地 往往会表现在相貌上 拥有美好心境的人 平时经常面带微笑 以慈面带人 乐善好施 让人心生欢喜 乐意主动靠近 同时 一个有大福气的人 面相往往是庄严和慈善 同时存在的 这种人 为人处事 心平气和 不急不躁 给人一种成熟 稳重 靠谱的感觉 因此 很容易取得别人的信赖 福气自然如影随形 做事能得到助力 容易成事 因得身后的人 眼神有光 且神色镇定 不慌乱 更有甚者 脸上还会尝出一些 属于音德的纹路 比如眼下音质纹 法令纹直长等 这些都是在面相中 福泽深厚的体现 四 不失行善 广众福田 金刚经 有云 菩萨于法 应无所助 行于不失 世间最高级的修行 乃是不失 不失碍于 广皆善缘 不失善行 行善积德 不失智慧 救人苦难 不失如田地 有不失的种子 在将来才能有收成 了凡四讯中有言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如果乐于助人 帮人越多 得到的助力也越多 福报也越大 何谓行善 不在事情大小 在于至真至成 行善不一定是要拿财出钱 一个微笑 一个援手 这都是行善 谨利做力所能及的善事 就是最大的福德 所谓的善行善事 指的就是积德 正如太上感应篇 也有言 福祸无门 为人自照 每个人的福祸 都不是凭空而来 而是自己的身 口 一三叶造就而成 佛说命有己造 这句话告诉我们 每个人的命运 都是由自己所做 处于因果的法则中 受因缘果报 这不是虚无缥缈的迷信之说 而是客观的因果规律 佛说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因此人生在世 一定要让自己的心变得慈悲 心善了 人心就清净了 人心清净就能容纳 有容就会失语 其实 失德就是积德 人有千面 物有万象 冰山一角之下的世界 才是暗流涌动的真实世界 人生需要看透假象的慧眼